欧阳,你听过在多年前,国军执行过一个大漠计划,而且长达12年吗? 大漠计划?我又有一点印象,可是这跟我们今天节目有关吗? 有的,接下来是好汉话当年单元。 我们有幸邀请到当年执行大漠计划的几位前辈, 分享他们当年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险阻以及其中的心路历程。 我记得这个大漠计划好像是跟沙漠、Deader有关吗? 没错,地点就在北叶门,还有沙乌地阿拉伯。 很难想象当初这些前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出任务的, 他们离乡背景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而且还时常有动乱,这样的生活绝非一般人能想象。 真的,毕竟是处于区域情势复杂且战火频传的地方, 时时刻刻都必须保持警惕。 但我想,Count the hour,Count the man,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 他们虽身在异乡,一定是强烈的爱国心与使命感, 以及反攻到底的决心,驱使着这群大漠官兵在遥远的沙漠中平驳。 没错,虽然这一段事迹在当时从来没有对国人揭露, 不过这支特遣部队在复杂的国际情势和时空环境背景下的沙漠战场, 延长了我国和沙国的邦交, 可说是中华民国军事外交史上的Ensemble Hero无名英雄。 现在我已经颇不及待想要聆听前辈们的故事了, 邀请大家一起深入了解这段充满挑战, 极机密的大漠计划。 大漠计划是我中华民国空军在民国68年应邮邦沙烏地阿拉伯的要求。 每年固定派遣约百名现役飞行员及地勤人员军援北夜门的秘密任务, 一直到南北夜门统一后, 在民国80年最后一次派驻人员回国为止, 将近有上千名空军舰儿参与这项曾被视为极为机密的军事行动。 如今随着这项计划解密, 这段曾被隐没的历史,再次荣耀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也希望让国人了解当年空军无名英雄们, 为了国家所付出的贡献与艰辛史实, 将永远不被忘记。 各位举光原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许为,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国防部的营兵大道, 而就在我后方所陈列展示的, 是我空军服役将近50年的F5战机, 自去年解除战备之后, 他们的任务接下来就要由国人自行研制的永英高教机所取代。 不过就在这将近50年的任务里面, 曾经有一批的空地情人员参与过一项显为国人所知的神秘任务, 叫做大漠计划。 今天的好汉话当年就让我们随着三位老师们的记忆, 一同来回顾这一段在我军事合作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的光荣历史吧。 这句话是阿拉伯文跟大家道好的意思, 主赐平安。 在节目开始之前, 容小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三位老师。 首先是金国梁,金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漠第二梯式的中校行政长,金国梁。 我是民国69年2月份到北业门。 再来是蔡盛雄,蔡老师。 各位观众好。 阿哈兰,我是阿哈兰。 阿文说欢迎你来看我们跟您报告。 我担任第六批的领队,1984到1985。 再来是周少龙,周老师。 各位官兵大家好, 我是大漠特遣队的第十二任的队长。 我最后在大漠待了七个月, 在燕门待了七个月, 然后撤离回来。 今天有机会向大家来报告我们最后撤离这一段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三位老师。 在冲山高横跨浊水溪的大桥, 那条桥叫做中沙大桥, 不过这个桥可不是冲港道杀戮, 而是纪念当初中华民国与沙烏地阿拉伯之间的邦誼关系。 不过在1979年中美断交之后, 沙烏地阿拉伯就俨然成为中华民国最重要, 而且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邦交国。 不过在当年曾经有些历史的因素, 那时北叶门分裂而又进行了一些内战。 当时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北叶门政府, 他们就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空军, 因为空军坚实的战力, 而沙烏地阿拉伯就请求了空军, 能够支援一些空地型的人员去那边建立起, 是他们空军能够作战和后勤的一个能量。 而就在这时候呢, 其实国际的情势的变化不容易。 那我们的空军弟兄在当初, 其实也遭遇了许多艰困的挑战。 那一开始我就要先请教蔡胜雄老师, 那时候您到那个沙烏地阿拉伯之后, 您的那些队员接下来要去前往到北叶门, 那你们在到沙烏地阿拉伯之前, 你们要先做什么准备? 那到北叶门之前, 你们还要再做哪一些的一些程序呢? 第一件事情在整个我们中华民国, 在我们国内他做些挑选。 挑选完的话, 原则上是以这个甲退伍, 就整个选完以后, 从台湾, 经过新加坡, 到达达南, 就是沙烏地的东边。 到达达南以后呢, 就由沙国来接待, 由腰山洞送我们, 在要准备到, 这个叶门去支援的人, 通通到台义府。 当初我们国家也有考虑, 我们跟叶门, 北叶门没有邦交, 那我们又缓共了国家, 那怎么去帮忙他呢? 经过协调, 沙烏地讲, 你来了, 通通到台义府, 换装, 完全穿沙国的衣服, 接着由他们把要到叶门去, 学制资源的, 整个送到叶门的沙烏地基地, 那联络组呢, 就从台义府, 直接飞机飞回他的首都, 当时我在利亚德, 所以我就回利亚德, 我的工作就是跟他沙国空军, 跟他的员外署联络, 还有跟国内报告, 偶尔我要申请上面同意, 沙国的空军, 国防部, 员外署同意, 我就去我的驻地, 去叶门, 我大概去过三次, 这是我在那里的经验, 那那时候, 因为其实队员从各个地方来, 因为第一梯虽然从一连队来, 但是接下来第二梯次开始, 就从各个, 就是有F5战机的连队去选员, 那那时候那些人, 你们要怎么样去让他们, 凝聚他们的默契, 而且毕竟从不同的连队过来, 他们应该各自其实, 不是那么的认识, 我是第二批的行政长, 也就是葡萄长, 我这个出发以前, 副总是因为陈中将明确地告知, 你的任务就是协助部队长, 照顾官兵, 保证人员安全, 以及任务圆满达成, 我们第二梯次, 是从各F5部队选员, 在民国69年2月27号, 到松山基地报到, 那各部队选来的, 包括我是从嘉义调过去的, 那都不认识啊, 所以我就第一件, 第一件事情, 我打前战, 跟队长打前战, 一共四十几个人, 我把编成四个班, 编成四个班, 各专业, 然后指定四个, 支撑士官长当班长, 然后有编组, 才能够掌握所有的官兵, 那沙纳是一个, 这个叶门的首都, 它是一个古城, 在1987年, 这座古城, 列为世界遗产, 我们的驻地, 就在沙纳机场, 这工作环境是非常复杂, 除了我们, 还有美国人, 英国人, 法国人, 以及这个沙鲁地, 叶门, 当时的苏联, 还有意大利, 以及巴西斯坦, 苏丹等国家的人士, 所以就像一个联合国, 那对我自己的人员, 掌握要很确实, 那时候官兵是不能外出的, 第一批, 第二批, 既没有手机, 刚刚讲国际电话, 我们那时候第二批, 也没有国际电话, 所以全部都是, 唯一的精神寄托, 就是每个月, 从外交邮带, 转来亲人的信件, 这是唯一的精神寄托, 所以当初对于这个掌握人员, 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 那大家, 虽然一年有一次休假, 实际上休假, 只有九天在家里面, 这个, 那里要想办法让我们的官兵, 你不能让他整天在那边想家, 这个很孤独, 那是很难煎熬的, 那那时候休假, 大概你们休一次是多长, 为什么只剩下九天可以在家里面, 我们是分成七批来休假, 每一批休假两个礼拜, 但是你这个从叶门要到沙吾地, 沙吾地再转华航, 中间路程转, 就差不多要去到四天, 到台湾的都是清晨到达台湾, 那早上这个五六点钟到台湾, 然后七点钟, 总部总司令函准备早餐, 早餐跟大家讲讲话, 八点半开始放假, 所以真正在家里面一共是九天, 那另外两位教官, 那时候没有休假回台湾过吗, 那时候, 我在那边待了七个月, 准备要回来休假的时候, 那边就开始动乱, 所以我没有回到台湾休假, 我们第十二梯只有回来了一批, 正常的休假, 第二批人员从叶门到台湾休假, 那边动乱以后, 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住地了, 好像听说当时在准备撤退的时候, 好像还有人在休假, 对不对? 是完全正确, 有一批人在台湾, 但是就他们很想再回来帮忙, 可是那时候已经所有的交通通不断, 那蔡老师呢, 那时候你有来休假吗, 应该是在服务一年中间, 就在服务一年中间应该回来一次, 那我多一次, 是因为我有一个沙国要求有一件事情, 希望我们能够在台湾训练他们的人员, 虽然我们的人员到了沙国去, 原来是要协助沙国的, 那到了沙国以后才知道, 沙国是要派他们到越门去成立这个, 号称是战斗集中队, 但是他的整个的任务跟他的责任很大, 跟一个基地一样, 所以在那里的人的任务算是蛮重的, 那我回来是因为沙国说, 他要训练他百国的人, 要来台湾, 所以我回来, 当然这个事情真的讲起来, 如果你是我们国家的领导, 或者陈锋, 你经过考量, 我们的训练空益各方面, 都不是那么容易, 在考量所有外国人的训练, 我们国军派到国外去, 以前都是单独去, 没有带家舰的, 他们一来带家舰, 这个不是一般的, 这很庞大的负荷, 当然协调以后, 使阿姨我们第一个方面, 还有我们, 还有对面的对视不方便, 我也知道这个任务不容易达成, 但是一定要回来, 我再回来就是讲到, 在当地北夜门那边的关系, 那时候官兵到了当地之后, 其实各地的风土民情, 都不太相同, 那时候你们要怎么去适应, 北夜门当地的一个环境呢, 当时基层的官兵组织, 中山市工作委员会,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组织, 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我让他们以年轻人的智慧, 想了很多, 办了很多的文康活动, 比如打冰果, 用53加仑汽油桶烤肉, 安排浇油之外都不在话下, 我们那批还架设了一个大漠广播电台, 每天晚餐时段播音, 我们是记者节9月1号开播, 到年底还举办金钟奖颁奖, 就诸如此类似, 我们诸如此类似, 我们诸如此类似, 就是大家想很多活动, 也组织各种球队, 排球, 这个篮球, 棒球, 桌球, 撞球, 然后分组竞赛, 反正就让他有些事情做, 那在这边也特别值得提的是, 就是我们那批的棒球队曾经击败人高马大, 这个趾高气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那是非常光荣的, 我觉得是非常光荣的, 那我们这个也为了改善伙食, 刚才也讲了, 我们开辟菜园子, 自己种菜, 最后我们是蔬菜瓜果, 差不多可以自己自煮, 这个连那个煮牛肉汤的九层糖, 都是自己种的, 所以吃起来是特别的香甜, 我们总部是很贴心的, 为我们编配了七位催事人员, 我们的主厨杨士官长厨艺精良, 除了喂饱我们官兵的胃, 他成就了很多的国民外交, 特别是美军顾问团, 每天主动送一部电影片来, 我们一年之中, 看了三百多部, 全世界首轮的电影, 所以是用电影换你们的餐吗? 对, 这边就要请教周老师, 就是那时候在撤退的时候, 因为你们是第十二题嘛, 那时候好像原本还是要扩编的嘛, 对不对? 是, 我们寻网例在二月, 二月份, 二月下旬, 我们分了两批, 就到沙兔地的那个Tayif, 刚才蔡老师有特别提到, 我们那边五天就是换装, 换了沙兔地的军服, 套粮完了以后, 所有的装备, 然后每个人他们给我们那个通行证, 我们就带着那个通行证, 穿了他们的沙兔地的军服, 做了他们的腰山洞, 沙兔地的腰山洞, 我们就到了夜门开始工作, 那我们这一T次就说经验碰到的那个状况非常特殊, 二月份我们去报道, 五月份南北业统一, 当初我们最先的任务是, 我们替沙兔地派了一个F5的部队, 到那边到北夜门来当成沙兔地前面的一个算是一个前卫防线, 那我们当时有疑问过就说, 我们的任务是不是会继续, 沙兔团告诉我们说, OK继续, 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那我们继续生活, 七月份, 七月二十二号, 中华民国和沙兔地断交, 等于就是说, 我们的老板跟我们的国家断交了, 给我的讯息都是说, 留在当地, 我们继续工作, 继续保持我们的现状, 不要做任何的改变, 这是七月二十二号发生的事情, 八月二号, 伊拉克攻打科威特, 整个中东地区就完全乱掉了, 大家想想看, 这个时候变成就是说,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要开始跟我的老板, 跟我的老板对抗, 那我们当时也在继续, 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正常在那边工作, 当我们的人员要去领薪水, 领不到薪水的时候, 我跟着我的联络官, 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去了沙兔地的, 住叶门大使馆, 可是那大使馆的人, 警卫就不让我们进去, 所以当时的整个, 我们的心情来讲, 是有点就是说很颓尚, 就是说, 我们要继续怎么样安安心地留在这边, 跟国内联系, 最后得到的指示, 就是说保持原地, 不要做任何的特别的举动, 就是因为这句话, 大家都晓得在那个地方有美元团, 美元团在大概20号左右的时候, 他们来找到我们, 说他们愿意帮我们做撤离, 这是一个很, 当时对我们来讲就是说, 我要做决定, 我是不是要跟他撤离, 因为我们来讲, 我们没有任何的护照在手上, 我刚刚最先讲, 我们就是一个通行证, 没有护照, 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做撤离, 你的护照是什么时候要绞出去, 我们的护照全部留在沙兰地, 沙兰地就是在利亚的, 在我们组长那边, 我们所有人进入叶门, 只有一个我们的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就是说, 我是沙兰地皇家空军飞行中校周少龙, 这是我的一个唯一的通行证,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证件, 所以我要去搭民航机走, 不可能, 我要用正式的管道离开叶门, 不可能, 听说你们那时候还准备要用偷渡, 那种其他的方法, 那种十套剧本那时候, 我们手上有非常多的撤离的计划, 因为前面11梯交下来, 我们可以走从沙那, 然后下到红海边, 从红海边沿着红海, 一直往上走到沙兰地的边界, 我们可以从沙那走高山的路程, 直接走山路到沙兰地的边界, 好像关卡很多, 对,非常多的关卡, 而且每个关卡我们需要有通行证, 这是一个很大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弟兄们也谈过, 就是说万一我们要走的话, 我们只能带一个矿泉水, 一个自己的小包包, 我们一条毛毯, 上车走, 好, 中间我们一直等到8月29号, 8月29号, 因为当天这里面就说, 不管说是台面下, 台面下, 很多人帮忙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安全地撤离, 8月29号, 沙员团正式通知我们说, OK, 你们9月初, 现在日期还没有确定, 你们准备要离开, 当时最先是一架飞机, 一个班次, 我说一个班次, 我们走不了, 我说你要给我两个班次, 让我们走, 这一段, 这么几天就里面非常混乱, 我们要走, 然后没有确定的班机来, 然后能不能走, 都是问题, 一直到9月1号, 明天飞机要来, 9月1号正式通知我们说, 明天早上9点钟, 9点钟飞机会落地, 希望我们9点半能够起飞, 一架飞机, 9月2号还有一架飞机来, 好, 那当时我想说, 可以就是说把我们所有弟兄, 全部都召集起来, 很好, 因为前面像金教官讲的, 我们在那边弟兄们都非常的团结, 所以9月2号这一天飞机来, 然后他们把我们的行李,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行李准备了, 还被刁难, 他们刁难我们, 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全部, 全部重检, 一件一件检, 检查还好, 就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宗教违禁品, 飞机delay了两个半小时, 才让我们第一批人员离开, 为什么最后还剩6个人, 包含民在内, 必须要电号, 对, 这个就是我当初就说, 我请了第一批休假的5个弟兄陪到我, 我说其他所有军官, 带了我们第12T的这个62个人, 先离开, 那我留下来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我手上, 就是我们中华民工特检队, 有一大堆的资源在我们的手上, 可是我要交出去, 我要还给我的老板, 还给那个沙员团, 但沙员团一个人都找不到, 所以我在想, 我说我们要怎么样安安心心的, 就是说把我们离开的时候, 把所有事情全部能够清理掉, 所以我就请了5位, 第一批休假回来的5位市官长, 陪同我留在当地, 飞机早上中午11点多起飞以后, 我们下午1点多, 我们的算是我们的营区, 就被夜门派了两部, 等于他们来了一个牌, 一个加强班好了, 这个卫队, 说来到我们这个两栋营社, 说他们接到命令, 要来保卫, 就是守护我们这边所有的财产, 那在这个时候, 当天的那个下午, 我一直在想办法, 找到沙员团的人, 就说我们希望能够做交接, 好,这个是不错, 沙员团做出来了一个上位, 一个上位, 当时就是我们沙鲁, 夜门, 中华民国特检队, 我们三方人马, 就说坐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夜门跟沙鲁地, 他们这两, 针对就说, 他们一直在争执, 沙鲁地的态度就是说, 我们帮助你们夜门, 帮得非常多, 夜门的态度是说, 你们帮助我们帮得不够, 你们不够意识, 谈到最后, 大家三方签字, 很单纯, 就是中华民国特检队, 把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装备, 全部送交还给沙员团, 那第二条就是沙员团, 不可以带走所谓的一针一线, 离开夜门, 第三条就是夜门负责保护, 保存这一批所有的装备, 一直到任务恢复, 那是你总共交接了多少钥匙, 好, 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 我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纸箱子, 里面有这么大一个钥匙, 你想想看, 我每一个库房, 每一个房间的钥匙有这么多, 我还有六部车, 六部Van, 一个巴士, 库房, 这么多的东西, 没有做财产的, 只是钥匙交接, 然后他们签字了, 我当时心里想说, 我说, 这个算是任务完成,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特检队, 没有让你们杀, 让我的老板就说, 我们损失了任何东西, 我把东西全部, 我们交换给他, 然后我们离开, 很不错, 第二天早上飞机准时来, 然后我们六个人跟着沙吾蒂, 跟沙员团, 还有一些很多后勤人员, 我们就回到了利亚德, 然后回到利亚德, 利亚德以后, 马上就到了他们国防部, 去做简报, 把我们在燕能最后看到的一些状况, 做了一些报告给他们, 很不错,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利亚德, 我们一个大概待了差不多将近八天, 是因为华航的董事长, 刚好他就坐证在那边, 他帮我们把位置空下来了,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台湾, 也是分了两批, 坐华航飞机, 能够撤回台湾, 当你踏上台湾的土地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终于松口气的感觉, 那当然你想身为一个队长在那边, 就是说我们碰到的那么多状况, 都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背后有多少人在帮我们, 虽然我们在那边付出了很多, 我在那边折冲跟美军, 跟美国的飞行员, 跟美国的这个团长, 还有跟他们总司令, 跟基地的一些附资人, 我们一直在做协商, 希望他们第一个, 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希望保卫, 保护我们所有弟兄的安全,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在那边, 我们没有任何的武器, 那边当地人买枪非常便宜, 我们曾经有人提过说, 我们在那买黑心手枪, 我后来我讲说, 我们绝对不可以碰武器, 我说我们是平民, 我们是专业人员, 我们不是军队, 我们是专业人员帮你维修这批飞机, 这运气不错, 等于就是说我们最后, 平民运安顺顺的, 我们回到台湾, 所以很感谢, 我们所有的这种背后, 帮助我们的人, 谢谢大家。 有些时候因为他们C12P, 很伟大, 我称呼他为航空母舰的舰长, 整个舰队如果他没有回来, 我们这个大漠就不是, 虽然他开闭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所以我跟所有团员, 跟大家在一起讲说, 佩服, 希望各位1月20号来集合的时候, 以你的荣誉, 加我们每个人荣誉, 这个才叫做大漠团。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P, 我们观众们如果仔细地去观察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些教官们身上的B章, 是有一些玄机的, 好像听说你们每一个T次, 都有自己的B章吗? 大概能够帮我介绍, 像卓教官你身上是第12T的B章吗? 我们左边是我们一个整个大漠特检队的队会议, 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T次的, 譬如说我是第12T次, 那中间这三个就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 沙鲁地还有叶门, 这个是飞机上面的那个Mark, 我们在飞机进行到两侧的Mark F5, 那边边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特检队在叶门。 我想空军这个B章是我们身为空军一份子的一个荣耀, 就是说我担任这个任务, 我飞这个机型或我在这个连队,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军人来讲, 不管说是军便服或者是飞机服装, 都有不同单位的这些弊章, 代表是我们一种荣耀。 听完三位教官这么精彩的故事, 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应该已经感到无比的光荣, 那在最后的时间, 我想请三位教官用简单的一个时间, 简单短短30秒的时间, 来勉励一下我们国军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首先请请金教官。 我在空军31年, 我到今天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中华民国70年国庆日, 我们大漠官兵面对的国企, 高唱国歌, 所有的官兵, 那真是唱着热泪盈眶, 这才是最真实的爱国教育。 每一个军人是国家培养的, 所以我们对国家要忠诚, 不管你是亲爱军臣, 毛孽军臣, 或者是忠有军臣, 最后终结我要跟各位报告, 要爱这个国家, 以什么比国家责任容易, 回你的信念, 去爱这个国, 保你这个家, 中华民国万岁, 谢谢。 我们军人啊, 一个最大的荣耀, 就是为国家牺牲奉献, 而且军人的天职, 就是绝对的服从。 我大漠当初能够安安全全地 带着我的弟兄们能够撤回来, 没有国家在后面当我们最大的支柱, 我们不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所有的官兵地中门, 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支柱, 我们要为国家做我们最大的牺牲和奉献, 非常谢谢周教官的分享, 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 不过随着时空的转变, 现在要出这样子的任务, 已经非常的少了, 不过国君情绪经练的精神,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这些前辈们呢, 用这样的方式呢, 写下自己璀璨的篇章, 那在起目前面的你呢, 要用什么方式, 去写下自己辉煌的遗言呢, 非常谢谢三位教官的力领, 那我们好善话当年, 我们下次见, 谢谢教官, 谢谢各位, 谢谢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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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你, 谢谢教官, 谢谢教官, 是,谢谢, 谢谢教官, 谢谢教官, 谢谢教官,